这些众生到现在乃至近未来即都没有修学 那么因为前面三周说法 他体悟到这些道理之后啊 得未曾有 他今天所得到的 四十几年来还不曾得到未曾有 不曾有过 样麦无鬼 这么好的利益从来不曾有过 这是叙述他的内心欢喜 内心灵解得到的欢喜的实际情况 从来不曾听过开权显示之力 今天得到了 这是第一次闻到 所以叫做未曾有 得到这个灵物的境界 从来不曾有过这未曾有 那么既然得到这个未曾有法 你想想他的内心欢喜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心静踊跃 心地清静了 烦恼断了 心地清静 所以叫做心静 因为他能够文法的时间当中 除去对于法职 偏爱涅槃的那种法职 因为身文人呢 正道偏真涅槃 他就念念不舍 执着这个涅槃呢 所以由这个涅槃的法爱 现在闻到前面三周说法 把这个爱涅槃的这个法职啊 把它去掉了 破无明祸 而正法身了 所以他心地就清静了 心地清静啊 突然之间心地开明而清静啊 高兴的要跳起来了 踊跃 踊跃两个字就形容他的欢喜之情 欢喜都要跳跃起来的情况 所以叫做心静踊跃 那么踊跃欢喜的用意啊 就是显示他已经开佛之见 听过前面三周说法之后 现在他已经开佛之见 得到法乐的欢喜 所以心静踊跃 那么这个心静踊跃的 他的得到法喜的欢喜之情啊 也跟前面上周二上中二周的弟子们 得到法欢喜的情况的心情完全相同的 所以叫做都未曾有而心静踊跃 前面都是叙述 佛罗罗他的内心文法欢喜的实际情况 所以叫做金家续物 结起金家 叙述他佛罗罗罗当时内心领悟的实际情况 现在他希望佛来给他贤本 跟秀迹 那么同时利用这个机会要表达他 临结之后的期望 所以他就从他的座位起来了 既从座齐 要请罚不能坐在那边 所以随时从座位起来 这个机制就在儿时同时 你不要看文字那么长两三行 那么过了才记 这个记就在儿时就记了 要懂得这个道理 因为文字不能同时表达 言也不能一时 所以他在化成一云之后 他领悟了 随时就从座位起来 来到佛前 理解一佛 所以就在前面那个儿时的时候 就已经自从座起了 但是文有先后 先续说他的灵解之情 然后才说他从座位起来 并不是说他坐在座位里 把这些都想过之后 然后慢慢的一二三站起来 不是这个样子 就在儿时就是既从座齐 看经要懂得这些道理 儿时跟既从座齐 是同时的港节的洗干 不要分成两段 既从座齐 随时从他的座位起来 因为文法的时候 必定是坐住的 坐在哪里文法 所以听经文法 坐入文 心才静得下来 才能够得到真实法的利益 所以文法的时候 是坐在哪里听 现在要请法 要要求佛为他选本 因为他不好说 我是菩萨发生的 你们知道吗 他不能这样讲 由佛来说明 大家才会真正的相信而了解 所以如果有人学佛 自称是佛 自称是菩萨 甚至自称得到 自称得到什么 那统统不是真的 那都是假的 真的绝对不会自己说 他不是老王卖瓜 自说自夸 既然不是老王 他必定不会自己说 自己所得 所以如果你听到有人说 我是菩萨 我是犹大神通 我能放光 我能如何如何 这个都是假的 那都是不是实在 如果是真的 他绝对自己不会说 你们有金子吗 假如你有金子 你愿意摆在外边 给人家看吗 绝对不愿意 财不露白啊 财不露眼呢 如果你有财宝的话 必定是藏在你的房间里面 金柜里面 一层又一层 锁了一层又一层 绝对不会显露在外边 让人家看到 所以真正有所得的人 他不会显露出来 有真财者 绝对不会露出他的才觉 他必定是很谦虚的 有真财的人都这样 挂汤锥啊 挂汤锥啊 有的都你弄就 会说的都是挂汤锥 他的谁只有半桶了 才会咬啊 才会摆 如果是满桶的就不会 那么因此他不能说 我是菩萨法神 我过去如何如何 他不能这样说 所以他现在起来向佛 表达他的灵结 也希望佛为他受寂 同时希望佛为他显摆 所以他从座位起来 到一佛前 出来到佛的法座之前呢 头面礼足 五体投地 拜到地面上 双手截住佛的脚底 来截住礼 表示恭敬之吉 顶礼之后啊 又站在旁边 缺住一面 缺 缺是退 进到佛前 顶礼 拜好了 退在旁边 站在一面 站在哪里 合掌啊 一方面眼睛看住佛 所以叫做 瞻娘尊严 眼睛啊 因为佛坐在法座上比较高啊 望上看了 就是娘 瞻就是看 眼睛看住佛 尊是佛了 眼是佛面 看到佛的相貌 庄严 那么目不站舍 他眼睛一直盯住佛 眼睛一直看住佛 没有暂时舍离 眼睛也没腻起来呢 颠一眼睛看 他眼睛很腻的 一直望佛看 这个眼睛看 就是用眼睛说法哟 他的眼睛就在说法哟 并不是只看而已呀 他看就在说法 但这个话呀 只有佛才能够听得懂的 我们听不懂 所以他的眼睛一直望着佛看 目不站舍 没有暂时停止不看佛 一直盯住佛的前面在哪看 那么看的用意呀 就是里面他心里呀 有话要说 他不能用嘴巴说呀 他用他的眼睛说 怎么说 看下文 下文就是他的眼睛说的话 那么就是规则下第二 续其默念灵结 心里默念 没有用文字表达出来 用心里默念 他的灵结实际情形 而作试念 是尊神其敌 神其特 所为西游 随顺世间肉干种性 以方便之间 而未说法 拔出众生处处贪着 我的以佛功德 言不能选 为佛世尊 能自我的身心本缘 这一段 就是佛罗罗站在佛前 那么望着佛 心里想的话 没有讲出来 内心这样想 而作试念 念就心里的念头 是指下文 佛罗罗拜佛 拜佛拜好之后 站在一面眼睛看住佛 那么心里就这样想 世尊神其特 世尊释迦牟尼佛 其 西奇 世事一年说法 先三后一 先全后十 随顺众生 用种种方便 说法斗众 其特 西奇 特别 特 特殊 特别 这平常看不到的 很西奇 很特殊 很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四十一年来 所作所为 世间上是很西奇 很少有的 西游 所为西游 这就是他心里默念 想着请佛为他 显本而受寂的意思 那么赞叹佛能够随顺众生说法 随顺世间肉干种性 肉干是不一定的数目之 不晓得有多少 佛能随顺世间众生 应激说法 他领悟到佛能应激说法的情况 众生是什么根基 他就说什么法 都能够随顺众生 那种种的千叉万变的根性 他的种性 种性就指他内心的种子 过去所种下的 有露无露善法的种子 他的根性如何 在佛的这个法眼里 看得清清楚楚明白 都能应激说法 以方便之见而畏说法 全巧方便 知是佛内心所了解的 一切众生的该受法的情况 见是佛的彻底的 三明六通的究竟之见 那么完全了知 一切众生的内心 他的根性 他的内心的种性千叉万变 他的完全明白 好像眼睛看到那么清楚 所以叫做见 那么知道众生的根性 而畏说法 什么众生该说什么法 他就应激而说 由此 拔出众生 处处贪着 众生内心 所有的贪着 都能够把它拔出来 拔出来 凡夫众生着油 爱着世间 我向不空 执着世间 那么佛就说空 用空来拔出众生油的执着 二圣人 已经破出油的人 我见了 但是他的法子很很重 执着空的法子 那么佛就说 换由中道 来拔出二圣人的偏空 而全教菩萨执着中道 又生起法子了 那么由此 佛为他破除中道的执着 双则二边 双照二边 原由中道 来使全教菩萨入食 所以这就是佛的方便知见 而畏说法 能够拔出众生处处的贪着 这个众生就包含九法界 除掉佛法界之外 九法界众生 统统包含在里面 菩萨是绝的众生 初世间圣人都是觉悟的众生 六道凡夫是迷失众生 那么所有的执着 他都一一把它拔出了 这是大概是说佛的 度化众生的全教方面 我的一副功德也不能写 我 佛罗诺自称 等 等于其他同类的 下根的众生 对佛的功德 我没有办法用言词来表达 言不能悬 没有办法用言词表达 那么 为佛事中能知我的身心所念 只有佛 才能知道我的内心所有的心念 例如说 弟子们心里想什么 佛都是寥寥明白的 所以只有佛才知道 那么这是请句 也请佛为他选本 身心本渊 就是说出他是个菩萨 视线在人间 以俄罗汉的身份 来做度化众生事业 那么这一点 希望佛能够为他表达出来 所以这独自他内心想的话 并没有说出来 这里有个问题 前面上 这个法说一周历上根 上根人听过法说的道理之后 听到方便评之后 舍利佛用言词表达他所领悟的道理 所以比喻评的开头 舍利佛叙述他的灵结 清清楚楚 一一把他叙述出来 比喻说一周说完之后 四大弟子 蒙侯家舍为首 也在信节评 用穷子欲详细的叙述他的灵结实际情况 都用言词表达 为什么现在佛罗罗 他不用言词表达 而只内心想而已 而且他是个说法第一的弟子 他怎么不用言词表达 而只用内心心念 因为主要 他不但是情记 主要要显本 显示他的根本 是菩萨化身 这一点他不能说的 他不方便 不方便说 我前面也说过的 他不方便自己说 这必定只能用内心的心念 佛会知道 由佛来替他说明 他不方便说 他只好用心念 所以不用显明的文字表达出来 不用当时的言词表达 用内心的默念 原因就是要显示菩萨 他行菩萨道的根本 所以后边就说 内密菩萨心 外现身文身 为了这个原因 所以佛罗罗 他不用言词表达 用内心的默想 来祈求佛来替他表达 这是一个 那么前面 上中二周的弟子开悟之后 他们为什么不请求佛来显本啊 这是第二个疑问 佛罗罗到了第三周 因缘说这一周才请求佛来替他显本 那么前面上中二周 他的境界更高 他为什么不请求佛来替他显本啊 摄理佛 母见连他们 母后家世他们都是菩萨化身啊 为什么他们不请求显本啊 这是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显了 现在下根就会觉得 他们没有分了 变成只有上中二周 才是菩萨事先 下根就变成不是了 所以要等到下根受祭的前面 才来说明他的请求 所以因此之故啊 这个时候到下根才显本 原因在这里 啊 penso Provost 这一周 您这周 您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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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高雄生命书方举办传授八观灾界 即礼拜千佛法会 功勤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2月3日 农历正月初三 星期四上午8点半 地点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灾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屏东庙云寺 高雄生命书方联合举办 消灾祈福法会 即礼拜弥陀宝灿 护生蒙山师时 功勤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2月6日 正月初六 星期日上午9点半 地点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兴安村大兴路175号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灾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母子情深的水踏 在这条河上 有一处瀑布 在瀑布旁边的草丛里 住着水踏母子俩 宝贝 你在这里乖乖地等着 妈妈 妈妈出去找点食物 好吗 妈妈 我已经长大了 我也想跟你一起出去找食物 孩子 外面太危险了 而且最近经常有人类 来这里狩猎 你还是躲在这里 比较安全 妈妈 我会乖乖跟在你身后 绝对不会乱跑的 你就带我出去嘛 好吧好吧 那你一定要听话 不可以到处乱跑哦 嗯 妈妈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乱跑的 嗯 哇哇 好香的味道啊 妈妈 我也闻到了 好香的味道 妈妈 这是什么食物的味道啊 这是鱼肉的香味 宝贝 看来我们今天能美美地吃一顿大餐了 你跟着我 别乱跑啊 嗯 鱼肉的味道可真香 好想吃哦 妈妈 我看到了 我看到鱼了 我们快过去吃吧 等等 孩子 我们不能过去 为什么呀 妈妈 我们为什么不能过去啊 我刚才闻到了 从鱼肉那里 飘来了一股令人讨厌的气味 那是人类和铁器的味道 人类和铁器的味道 是的 有些人类会用铁器做成的夹子来抓我们 他们通常会在铁器上放一些美味的食物来吸引我们 让我们落入他们的圈套 所以我们一定要躲开人类和铁器 可是鱼肉好香哦 人家好想吃呢 孩子 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 要是真的被人类抓住了 可就糟糕了 小水套此时哪里听得进妈妈的话 她眼睛直直地盯着草丛中的那条鱼 口水不停地流着 宝贝 不要过去 妈妈 妈妈 你怎么了 哎呀 你流血了 这下要怎么办啊 孩子 我逃不了了 你快离开这里 这里很危险 不要妈妈 我要和你一起走 妈妈走不了了 妈妈被铁夹子夹住了 宝贝 听话 你快离开这里 要是人类来了就惨了 妈妈 让我来帮你 好硬啊 怎么一点都咬不动啊 孩子 这是铁夹子 我们哪里咬得动啊 你快走吧 不要管我了 不 妈妈 我不要离开你 宝贝 别白费力气了 你快离开这里 不 不 我不走 就在这时候 水踏妈妈 突然显得非常恐慌 因为 她闻到了人类的气味 是猎人来了 哎 大叔 今天 我们能有收获吗 我们安置在这里的捕兽器 能捕获到什么 难道 你没有发现 这片水域 生活着水踏 说不定 我们今天就能抓到她呢 这里 有水踏 那可真是太棒了 水踏的皮毛 可是非常值钱啊 要是真能抓到水踏 就好了 说不定我们的捕兽器杀 现在就夹着一只水踏呢 走 我们去看看 今天有没有收获 嗯 儿子 快离开这里 有人来了 你快走 不 妈妈 我不走 我要跟着你 糟糕 有人泪来了 妈妈 你这是在做什么 看来我们今天运气不错 真的吗 我们该不会真的抓到了一只水踏吧 我过去看一下 妈妈 你有对尾巴不是会很痛吗 孩子 不要管这么多了 快跟我走 这里非常危险的 是水踏 两只水踏 这下 可不能让他们逃跑了 大叔 快点 好大只的水踏呀 别让它跑了 啊 怎么会这样 水踏妈妈快速一窜 一下子跳进了河里 而小水踏被枪声吓坏了 他处于本能 一下子仰面朝天 扬装死去 嘿嘿嘿 这个小家伙在装死呢 大叔 你看他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真的死掉了呢 哎 哎 哈哈哈哈 这小东西装得挺像的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好 孩子 危险 快过来 哎呀 好大只的水踏 哼 我看你们还往哪里跑 哼 还真有不怕死的水踏 现在 我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喂 住手 不要再开枪了 大叔 你在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让我打死那只水踏呀 哎 那是一只伟大的母亲 我们应该要对如此母子情深的水踏 心怀敬意才对 心怀敬意 大叔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哎 看来今天 我们又要空手而归了 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 也许就会明白的 能够看到如此感人的一幕 我们今天虽然空手而回 也是非常值得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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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